报告主席请主委 请主委 立委员早 主委不论你什么感受 我还是要恭喜你出任我们国发会的第一任主委 委员我们看到从12位增加到24位 大概除了什么盟障退辅会之外 大概全部都成为您的委员 你对于国发会的转型 你自己怎么看待 你自己怎么期许 主委说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首先我们来看国发会 因为它本身它现在涵盖的面向 所以我们在看整个工作 我们就觉得它是远远超过原来金建会的规模 金建会原来只局限在经济建设的规划跟审议上面 那现在我们要关照的层面范围都更加广大 这个包括在社会发展 包括政府治理 也都会在我们的未来上工作的重点 所以在这上面我们对未来看 就是不能够只从经济面向来看 而必须从结合各个面向 所以在这上面工作上并不只是说 三个单位的工作的合并 而是这些功能怎么样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国家政策上 是一个全方位的规划 而不只是一个片段的或片面的一些做法 以前金建会就有小内阁之称 那现在您现在的情况 也可以讲是不只是管主委了 也有人认为你的单位是管透透了 除了至今区之外 最重要你希望达成的是什么 你的报告我都看了 我口头请教你 你心中最想达成的是什么 如果在我们现在的工作上面 我自己把现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请我们会内同仁全力配合 我希望能够推动整个台湾成为一个创新倡业的乐园或基地 为什么这个是当作我一个主要的重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的问题 我认为的关键都是我们的经济中间缺少动能 那我觉得新时代的动能是来自更多的创新跟创业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有这样子的年轻人 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我们的许多的法规让这些东西没法长出来 换句话说他空有想法 有些人选择到海外去成立公司去开发 有些人留在台湾 但他没法成长或茁壮 我们希望让台湾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不仅是台湾自己人可以得到发挥 国际的力量也可以进来 因为我们这新时代的知识经济中间 最重要的就是人 有人就会有知识 所以怎么样让这些人可以进来 创造这些成长的新的动能 带来这新的创新创业的概念 让他们成为推动我们经济持续往下走的动力 韩国最近向国内国际宣布 他们政府的目标就是四七四 作为他们的经济拦读 使命必打 我们有没有这样具体的一个计划 跟委员报告 如果是像刚刚您提到韩国的那种的话 那我们没有那样子的计划 但我们做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在那 我们只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数字目标 主委 低心国耻这个讲法 当然是非常的严重 我是第一个问题问您 您接受吗 低心国耻 低心是国耻 目前的情况 我承认低心是一个 我们大家都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但是不是应该用到这么强烈的字眼去形容 我个人可能觉得还是可以讨论 您觉得什么原因最重要造成这个情况 我们学经济来看的话 其实就跟我们的生产力有关 薪资其实是反映生产力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整个经济活动 可以热起来 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 那这薪水才可能会真的更高 具体来讲怎么洗刷怎么做 您刚刚讲出大致的方向 具体讲怎么做 跟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现在推动的许多政策上面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经济活动可以热起来 然后呢包括 过去在制造业上面推动的像中间企业 也都是强调的它的 关键技术的能力 强调附加价值 所以以那个产业为例 如果附加价值可以高 那它的员工的薪资自然就会变高 而且这是我们过去在实地访查到工厂去看的时候 很多小小的工厂 它就是因为它本身生产力高 即使经历过08、09年的金融危机 可是它的完全不受影响 不仅是业务不受影响 它每年持续加薪 所以可以清楚看得到 技术跟附加价值 那是一个关键 那同样服务业也有类似的东西 服务业如果可以创新 它能够创造的附加价值 不是靠便宜取胜的服务业的时候 那这样子我们的薪资也有可能会提高 主委最近有个很流行的名词 叫做小确幸 您看到过对不对 你也知道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解读它什么意思 我了解好像就是说小小确定的幸福 对非常正确 并且是这个日本有名的春上春处写的 就是讲的 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有人提出说像我们的产假就应该放宽延长 类似像这样的政策 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您同不同意 我当然细节我必须要看 但方向上我是赞成 其实跟委员报告 我当初因为参加了一些会议以后 我了解我们国内其实在对妇女 不管在生产 育婴照顾 我们有许多做法是领先 甚至是独步全球的 我们在国际会议 国际论坛上报告 许多国家 甚至连日本都觉得我们的做法 非常值得学习 所以任何一个在能够协助妇女生育 尤其是让妇女在对生育上的负担减轻 从而能够愿意更多生育 我觉得是应该当做国家主要政策来推动 好 这个就是大家讲说这就是小确幸了 再下来都会被大确幸了 对 希望是大确幸更好 这是人民有那么一些感觉 幸福的感觉 关于GDP的问题 国发会认为可以达到3.2几年 主计处比较低 2.82 您觉得达得到3.2 您的考量信息哪里来 主委简单答复一下 谢谢 谢谢委员 那个我们当初那个是国界目标 我们在定国界目标的时候 主级总数的预测还不过是2.6 2.59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评估就认为 考量在投资跟出口中一些连动关系 我们当初内部的评估就认为 成长率应该可以达到2.8 2.8到3.2之间 那个0.4我们认为可以透过未来的政策努力 这个政策努力就包括 当初规划中间的许多政策 我们预期在今年会逐步实现 然后当然中间我们也稍微有点保留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 包括像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 特别通过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预期 但是我们没有过度的乐观 这就才只增加了0.4 但是现在主级总数的2.8 当初我们内部评估就已经是2.8 1月份从绿灯又掉回了黄蓝灯 主委我请教你 你现在认为2月份有可能再回到绿灯吗 您的大致的干法 当然我们都很希望他继续 因为这个灯号中间有时候 因为分数差1分的时候 他就可能换了一个灯号 所以短时间的上上下下 其实不足以代表经济景气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多出现几个灯号 比如说逐渐出现了连续好多个绿灯 我们就可以看到形势还是比较稳定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这个月份是能够再进到绿灯 这个您最近有一句话 大家又觉得您讲得很中肯 可是大家听了以后又非常的无阻 就是您讲说 我们早就不是亚洲四小龙了 亚洲四小龙早就没有了 我不是说我们不适合 但是主委请你再还原一下 您正式说一下 原因是什么 怎么样再赶上 主委答复一下 其实当我这边正好有一个机会 我重点并不是 就是从字面上来说 没有四小龙这个字 我的意思是说 四小龙 我们今天重要的并不是再去提过去的四小龙 而是我们要去看我们未来要做什么努力 可以让我们更加进步 重点是看未来 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努力 让我们可以再继续在国际中间保持领先的地位 因为当初四小龙很大的程度上是标示我们的领先 所以我们强调是怎么样努力可以保持我们的领先 是 主委我换个方式来问您 在亚洲的经济发展上 我们是A咖 B咖 还是是C咖 我们当然是A咖 我们是A咖 当然是 那也就是说 比起其他的三小龙 我们还是并没有比人家明显的差 还是您觉得确实是有比其他三条龙落后了 跟委员报告 有些东西我们不完全从这数字上比 像比如说新加坡和香港 严格讲他们是city state 他们主要是城市 所以我们用一个我们这么大的面积来跟城市来比其实是有点不公平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比较的东西其实是看我们的发展模式跟我们的进步的程度 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发展的程度是不理想 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非常努力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改进 这上面我们跟经济部中间讨论都非常多 经济部本身也规划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在想帮台湾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出路 跟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像创新创业 如何利用创新创业变成台湾一个新的据点 以后也源源不绝的成长动能 也是我们未来发展方向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上努力 最主要都是要确保我们未来还可以走到领先的地位上 这上面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定可以直接这样对比 主委 我再最后问一句话 不论你为难不为难 我们还是不是四小龙之一 当然是 主委 您曾经说过 今年我们台湾有机会加入TPP 江院长后来说 今年不一定能加入 主委 你把你真正的看法 目前的看法告诉本席一下 好 谢谢委员 这是太好的机会 我当初说的意思是说 我完全了解加入TPP有它的程序上面 所以我当初在电台访问的时候 我是强调说 我们今年说不定有机会 人家会把我们放在里面开始参与讨论 是参与讨论不是加入 加入因为TPP就算第一轮conclude之后 他们本身还有一定的程序 然后才正式通过 然后才会正式开启第二轮 所以商业社 但如果中间我们有机会被人家考虑 能够加入这个 其实这个宣誓 我想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您跟江院长的讲法 其实并没有矛盾的地方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江院长讲的是加入 您讲的是开始讨论 对 我最后问一个好像地理上对我们蛮遥远的 但是我想了解一点实际的情况 现在国际上大家最关注的是乌克兰的事情 不知道会不会打起来 如果打起来 美国再一介入 那整个的世界包括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您对于这个看法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以及这件事情乌克兰的局势整个引发的 对我们台湾来讲 有什么要注意的 我个人的理解 我是觉得这上面其实是俄国在玩某种战略平衡 他想借此宣示他在东欧的地区 还是拥有无可替代的主导力量 当他宣示完这个东西 我觉得整个事件就会平息 从今天报纸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已经在tone down整个事情 所以我相信那个情势很快就会和缓下来 所以对经济大概也谈不上什么冲击 他有短期的波动 但是我想长期只要俄国不再继续这样的话 我认为他只是宣示性的所有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长期的影响 谢谢主席 谢谢主委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